您知道嗎 到中國大陸申請商標 有一些禁忌喔 這可是讓台灣廠商非常吃驚 像是Formosa 福爾摩沙 美麗的寶島台灣 這個稱呼是被禁用的 所以包括寶島眼鏡公司 寶島公司還有胡須章 都只能換英文名字 才能夠吸進大陸 其實呢 另外像是賣包子了啦 如果想把店名取為土包子 不准 像沉水扁這三個字 更是大禁忌 我們不是一部 就是最後這一句點出了台灣 也點出了寶島公司的品牌精神 但問題也出在這一句 台灣的英文代表字Formosa 讓在台經營54年的老品牌 想申請中國大陸的英文商標 被打了回票 數年前左右呢 就已經進去大陸了 當時我們用的是Portal 不是用Formosa Formosa是被託駁回的這個 是什麼原因被駁回不知道 但是基於在商言上 我們當然是希望未來能夠 再把版圖過得更大嘛 對於這美麗的Formosa Formosa名稱竟然比台灣 兩個字還敏感 台灣老牌只能搖搖頭 事實上不只寶島公司被打回票 台灣小吃滷肉飯的象徵 胡須章 英文 原來也有Formosa 就叫做Formosa章 一樣得進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部分呢 目前還是只是用 我們的人頭商標跟中文字 英文的部分就先暫時不強調 然後呢 如果透過這次的事件 有得到的一些幫助的話 我們會再提出申請 胡須章本人從1993年 就以Formosa章申請註冊為英文名稱 大陸的商標局卻在2006年 以這個稱呼是被荷蘭殖民時期 使用有污蔑意味給撤銷 而寶島中表則是在2009年提出 英文名稱註冊也被駁回 乾脆改用Portal 我們在第五次江城會 還會談自衛產權的這個相關議題 中國大陸禁的還不止這一個 由廠商申請抽水馬桶的牌子 想取名為陳水扁 禁 形象工作室要叫王八蛋 不准賣肉包的店家 要叫土包子也不行 說穿了只要中國官員有疑惑 廠商也只能乖乖換名 中文新聞 劉家我楊一嘉 台北報導 我們契妳 多吃